最近是真的有点勤快在身上的 没想到吧 第二期不是给我分享 又来了 本期视频我看了一下 上衣不是特别的多 都是裤子 鞋子 还有包 包小配饰这一类的 买的比较多 其实上衣我也买了挺多 但是呢 不好看的 我全部都给退了 我现在就是只要有一点点不喜欢 我就给它退掉 现在就是多买多适 要很满意 才能把它留下 不过这个话 你们也就听听罢了 有的时候就是嫌麻烦 还是会勉勉强强 留下那么一两件的 先从上衣开始 这家店是我在某书上面种草的 我这是一套一起讲了 还是上衣跟裤肠子分开讲了 这一套要不就一起讲好了 首先是一件这样子的上衣 刚刚我没拍视频的时候 它就不装修 我现在一拍视频 它又开工了 它是那种非常有弹力 很绵软 上身很舒服的燕麦色 穿在身上就也不是特别显白 但也不会显黑 下面我搭配的是一条这样子滑肤格的裤子 这条的做工也还不错 但是你要说要好到哪里去呢 也不至于 因为我看桃上有很多那种 二三十块的类似料子的裤子 感觉质感也挺好的 但是那种的呢 它不分马 都是金马的 像我这种大胖子 现在都是要买带马子的 然后他们家是有L马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一套上身试穿之后 我还挺喜欢的 还蛮显瘦的 长袖呢 又比较的防扇 这一款的料子呢 比我上一期 上个视频里面买的那一件 白色的长袖 没有它那么的凉快 那一件上身会有一点点 冰冰凉凉凉的感觉 这一件上身呢 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吧 不会吧 这一期就两件衣服啊 接下来这件还是件卫衣 其实我在这一家 买了五六件衣服 发过来三件 有两件穿上身 都不是很喜欢 Vlog里面给大家看过 一件是白色的 那个Polo领的上衣 就那个袖子很奇怪 还有一条呢 就是它那个裙裤牛仔的 我L马穿不上 第三件呢 就是这个卫衣 它们家的质量都很好 但是呢 就是版型有的时候 穿在我的身上就很奇怪 像我一般是不会买 这一种收口的卫衣的 因为本来跟下半身 就又粗又短的 然后再买收口的 就很容易会掉上来 但是这一件 我还是留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总共买了五件衣服 还有两件不是没发货吗 我就不想等了 因为我过两天要出门 我怕它寄过来的时候 等我回来 已经过了那个退货的时间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试了三件以后 其实这个三件 都不是特别的满意 另外两件没发的 可能到我身上 穿出来的效果 也不是很好 我就懒得再等它寄过来了 再退回去 所以我就索性 趁它没发货之前 就全部退了 然后我买五件 一件都不留 我就怕卖家 会不会觉得我是搞事情了 就故意这么给他们干的 所以这一件呢 就勉勉强强的留下来了 因为我看卖家的 那个图里面搭配 单穿上身的效果 我觉得是一般 但是等天冷了 配在一些外套里面穿的话 还蛮好看的 因为它这个胸口的图案 就是还蛮百搭的 配风衣啊 或者配牛仔衣啊 什么的 都挺好看的 所以这件就留下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裤衩子 首先说这一条 这一条我说到挺久了 但是还一直没穿 上身其实是蛮好看的 当初我买它回来 也只是想说试试看 能不能穿最大马 因为这一家的马子 它不是那种什么 微胖店铺 他们家的马子 算是比较瘦的 我买这条裤子 主要是觉得前面 这个两个正方的小口袋 特别的可爱 一般这种口袋 都都是坐在屁股后面的吧 它放到前面来了 剩一点的姐妹 上面穿一个背心 然后下面穿这个裤子 就非常的好看 像我们这种 稍微胖一点的 上面穿个T恤 把衣服扎到这个裤子里面穿 也不错 也蛮好看的 唯一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可能是因为 我屁股比较大的关系 它虽然后面坐的 已经比前面 稍微要长一点了 它是有一定的弧形的 不知道你们能看得出来吧 但是我感觉 稍微动作大一点 屁股担子还是会露出来 穿它的时候里面 一定要穿 包住屁股担子的内裤 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然后他们家的做工 也一直很好 就是店主太佛系了 就上新特别的慢 有的时候难得上一次新 就上了三次件衣服 侧面大家看一下 它这边是做了一个拼接的 就会更加的显瘦 显腿细 显腿长 接下来这条裤衩子是刚刚从我身上脱下来的 这一家店也是美逢上新 我都会去瞄一眼的店铺 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 但他们家的就是发货比较慢 这次我只买了一条这样子的裤衩子 是卡其色的 你们看视频就应该感觉得出来 它是比较厚的 包括刚才这一条裤子 它也是比较厚的 它是这个是什么料子 也不像灯芯绒 就反正是挺厚的 这种裤子如果不厚的话 它就没型了 这一条也是它是毛圈料子的 但是它也没有厚到说那种没办法接受啊 反正比上一期视频里面 我给大家说过的老崔的那个中裤 也是毛圈料子的 那是薄的多的去的 反正我穿在身上 我是OK的可以接受的 就是比正常稍微 上身之后版型很好 有一点点小小的包身 但是呢又不会那么的紧 看上去还是挺显腿细的 我买的是Elma 就正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做工啊什么 现在这种店真的是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最好是把发货速度再增强一点 那我就更爱了 两面是有口袋的 对了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百搭 以前我买这种裤衩一般都是买的黑色 今年我就是想尝试一下其他各种不一样的颜色 我甚至还买了个火龙果色 但是呢说到之后我试穿一下 确实是有点吞了 配上我这身材 配上我这肤色 所以还是退了 还是稳一点吧 这种颜色不怎么容易出错 我发现这里漏了一件衣服 但是这件衣服呢 我就是那种要退不退的那种 因为它很便宜 我想说退呢也没必要 但是不退呢 我就觉得它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版型 就是很普通的一件插肩的T恤 我本来是想把它当做那个防晒服来穿的 但是呢这一件我能穿 不过它就是不够宽松 穿不出那种肥大的很慵懒的效果 它就是长而已 身段子长 但是宽度里面有点不够 不过这一件衣服也就六十几块钱 我觉得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 所以我就要退不退的 一直在我们家客厅的地上 刚刚把它捡起来 就还行吧 那这以后可能也能当当内搭什么的 就不退了 运费都滑上 接下来又是两条裤衩子 其实这一家我买了三条裤衩子 先给我发了两条 我看了一下物流 另外一条 其实今天晚上可能会收到了 但是我就等不及了 本来我是想说买三个颜色来试一下 哪个最好看我就留哪个 然后现在收掉了两条之后 我发现每条都蛮喜欢的 不过感觉码子是买大了一点 可以小一号 我买的是L号 同款不同色 首先是这样子一个粉色 它这个粉不会特别的嫩 像那种橡皮灰粉的感觉 可能视频里面看着还更亮一点 食物比较的 料子是59的棉加41的天丝 所以可能是会有一点点容易皱的 穿上身以后也是很舒服 很滑爽的那种感觉 这种粉色用来配白色我觉得就是很好看 今年好像就是流行粉色嘛 那我也刚好尝试一下 这种颜色比那个浓烈的火龙果色就是要好驾驭很多 还有一条就是非常基础百搭的黑色 但是这两条我上身试穿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是同尺码的 但是感觉黑色比粉色更加的大一点 我考虑要不要换小一号 还有没收到的一条是白色的 我很期待那条白色的 因为我没有白色的短裤 我基本上都是黑色的吧 然后今年看到很多穿搭的图都是配的白色短裤 所以就很期待收到它 接下来呢是两条长裤 其实也买了好几条长裤 但是就是试穿之后不是很满意就退了 留下了这么两条 一黑一白 其实它们的裤型有点类似啊 先说这条黑的吧 还是那一种比较帅气一点的西装裤 前面呢这里做了这种褶皱的设计 这条裤子应该是男女同款的客服给我介绍的尺码是F码 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是可以调节 如果你觉得紧你就扣到前面这一格 如果你觉得松你就往里扣一格 我可以穿 但是呢不能吃饱 吃饱了之后前面的这个褶会被我炸开 你知道吗 就好尴尬 但是如果我想说再换大一码的话 这个裤肠啊就太长了 现在这个裤肠对我来说是很合适的 很满意的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 反正最近我也开始运动了 我就不换大一码了 就把它留下 这条我还真的蛮喜欢的 而且它很薄 虽然是黑色啊 很薄很滑爽穿着很舒服 接下来这一条呢是一个 叫奶奶裤还是叫什么裤啊 它是米白色的 但是我觉得它自己配的这个腰带 也不能说不好看嘛 就比较僧女风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应该不会用这个腰带啊 这一款的料子就会稍稍的厚一点 如果像我们这四十几度的天穿出去肯定会很热 但是在空调方面的话我就觉得OK 然后它也是挺百搭的这样宽宽松松的 多粗的腿都能遮住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裤子了 难得可以碰到这么一两条 穿着合适的我就把它留下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等会我会穿插一些自己的上身图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了服饰类的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说鞋总共有四双 首先第一双呢就是这个火肯鞋 对我终于还是对它下手了 我买的这一双它是硬底的 刚开始穿的时候真的不是很习惯 然后我就在家每天也都穿它 想说要适应一下 我以为我需要适应很久 但其实你穿着它走个那么一个小时 就在家里走个一个小时啊 就完全能够适应了 而且越穿越舒服 不过说实话 它的做工真的不咋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啊 这个上面都是胶水印 包括这个边上都是胶水 这里也看得到吗 我买东西不是一个说斤斤计较的人 就大差不差就可以了 我不是那种会去抠这种细节的人 但是这个鞋 我从鞋盒拿出来的那个一瞬间 我就看到这个满眼的胶水 真是有点心了 不过我就算了吧 我就这么穿着吧 反正鞋嘛 只要不脱胶就行了 在路上多走几遍也都脏了 这一双我买的是棕色 然后它是这种牛皮的吧 应该是 不是那个翻毛皮的那一块 这个颜色我也觉得很百搭 旗舰店的话 它女款都只有窄版的 其实我是更加喜欢宽版的 但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女生想要买宽版的话 你就只能找代购 因为我的脚是比较宽 比较厚的 平常穿鞋就是36 37都能穿 看各种不一样的鞋型 然后这一双呢 我就是选的37 穿上脚之后 前面跟后面 都是有一点点赋予的 搭配袜子穿的话 也是OK的 给大家参考一下 刚刚那双薄肯我不是没有买翻毛皮吗 是因为我买了另外一家的翻毛皮 这个牌子上期视频也跟大家分享过 买了他们家一双包头的 我觉得是穿的挺舒服的 但是包头款呢 感觉还是比较适合秋天穿 一个是有点热 一个是包头款配短裤啊什么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出彩 反而有的时候还会显得脚粗 所以呢那双包头我就先放起来了 就重新买了一双他们家这个翻毛皮的 两扣的 买的是黑色 他们家的码子是偏大一点点 所以我36码的脚就直接买了36码 也是买富裕的了 虽然说他们长得差不多啊 但是我觉得在做工啊 还有一些工艺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尤其是这个脚底啊 它基本上算是比较平的 这样对比能看得出来吗 它的鞋底跟薄肯比起来 那简直就是一码平穿 薄肯的它就是脚跟是脚跟 中间是中间 脚趾头这里是脚趾头 分得很开的 这一双它就是大概的做了一下 但是呢它顺在底子软 穿着比较的舒服 就自重比起来的话 薄肯还会更加轻一点 它还比较重呢 不能说是平屉 各有各的优缺点 大家就是按需选择吧 这两双我都挺喜欢的 好接下来呢是一双丑鞋 这鞋的味道真的是绝了 一股浓药味 长这个样子的 它真的好像澡堂子里面 老爷爷的鞋 其实这个牌子是专门做户外的 你如果让我自己第一眼的话 我肯定也是瞧不上这双鞋的 但是我刷到很多人 用这双鞋做搭配 配白袜子穿 还是蛮好看的 尤其是配一些工装风的长裙 均绿色的那种 真的很好看 但是我现在家里没有 均绿色的长裙 等我搭配了试试看 这个鞋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它 它就是一双塑料的拖鞋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 但是我就是莫名其妙的爱上了这双丑鞋 就想说买回来试试吧 实在不行就下雨天的时候穿穿也挺好的 对吧 这一双鞋它的脚背这里其实是比较扁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脚比较厚的话 需要买大一码 我这是买的37码 正常伸进去其实还是会有点卡住 每次穿的时候我都要把这个往上拔一拔 让我的这个脚进去了之后再把它放下来 不过这样也好卡的比较老 走路的时候不容易掉 好接下来又是一双凉鞋 天哪我真的是最近好爱买鞋 这双鞋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我是买着苏音音家的 我知道它的原版是哪个牌子 但是呢这种鞋型 其实有点跟我现在家里的那双money类似 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个实惠一点的来配配衣服 收到之后我就试穿了一下 它还蛮舒服的 就是底子是比较软的 做瓜什么的没什么问题 你们看一下 还是做的挺细致的 这双凉鞋如果你要光脚穿的话 我觉得还是配长裤比较好看 如果是配短裤或者短裙什么的 还是要搭配袜子 会更加粗彩一点 有一点味道但不是特别的重 整个脚感还是很舒服的 又有一定的厚度 不知道走太多路的话会不会磨脚 因为我还没有穿出门过 等我什么时候穿了试试看 说到搭配凉鞋嘛 我也买了几双袜子 首先是这个牌子 这双比较适合夏天 是这一种网纱状的 亮点呢就是鞋跟这里的绿色 整个看上去还不错 很百搭 还有一双呢是长这个样子 这双稍微厚一点 看上去有点像那种水墨袜的感觉 带纹理的图案 就会比较的立体一些 接下来这一双呢 为了凑免绿费的 它就是比较的厚 只能秋冬的时候穿 席盘格配橘红色 我就觉得很好看 因为秋冬唯一有很多 那种带毛帽的拖鞋 我觉得配这一种袜子 就会比较的好看 好接下来呢是两双白袜 这一家袜子店 我也会经常去买 就品质很不错 算是消耗品了 像有的时候大醋啊 什么凑搭啥的 还挺不错的 这款是比较薄的 我记得我去年冬天 好像买过类似的 但是可能我换季收纳的时候 把它归掉了 它是这一种破洞的 有纹理的白袜 这个厚度呢冬天也能穿 夏天呢就是不怕得脚气的话 也能勉强凤合穿 主要就是看着款式 还有一条裤子 是今天刚刚收到的 差点忘了 Lululemon的旗型裤 好短呢 有点短呢 我不知道穿上身是多短 现在不是一个会跳操吗 长裤穿着有点太热了 裹在身上真的是很不舒服 我觉得还是旗型裤 比较合适一点 然后我前阵子也买了一条 就那种小牌子的旗型裤 那条是中分的到我膝盖这里 我就想说这一次我就买个稍微短一点点的吧 这是8寸的 难道我应该买10寸呢 带过买的也不好退换 这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那种比较深的 这叫什么均绿色还是什么色 就很好看 不会特别的乍眼 但是跟黑色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区别 然后我买的这个系列是叫Align嘛 我以前买过他们家的长的瑜伽裤 就是这个系列的超级超级舒服 穿在身上就跟没穿裤子一样 但是这个系列呢 它对腿没有什么修饰效果 就你的腿长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它就是舒服呀 你不管是平常运动也能穿 像夏天的话 用来配那些比较宽松 比较长的那个T恤 也是非常好看跟合适的 接下来是一些包包啊 首先就是这个布袋子 今年又开始喜欢买布袋子了 这个牌子就喜欢看一些家居类的 姐妹们应该都知道啊 放在我购物车挺久的了 然后刚好这一次凑单的就把它拿下了 不然很百当啊 对不对 它这个价钱也不是很贵 但是做工呢 也不是很精致啦 普通的做工 背一个款式而已 接下来呢又是一个帆布袋 你看这个帆布袋的做工 需要好很多 不记得两个价钱还差不多的 买了一个红色的 今年就是想买一些亮一点的颜色 像衣服啊什么的可能 你要尝试起来比较的难 很难hold住 但是像这种小配件小包包啊啥的背个红色夏天 你们看啊多好看呀 真不错哎 有一个亮点配一双红色的鞋 或者有一个什么红色的跟它呼应一下 非常完美 这做工很好 很厚实 针脚啊什么的也是很密实 里面还有个小口袋 可以放一些私密的物品 贵重物品 它是长口的啊 没有拉链的 接下来呢也是凑单的一个手机包 啊这手机包好可爱啊 我选的是这个蓝色的 超级可爱 它是这种灯芯绒的材质 然后上面这个肩带呢 是这种防水的料子 感觉是 长转是通过这边两个抽绳来调节的 然后你们看这个牛皮筋做的是 这种粉紫色的呛色 这样给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哎 容量也挺大的 哎我手机呢 你们看我这个是13 放下去 哎 你还可以放很多东西里面 车钥匙口红什么身份证都可以放 前面还有一个小口袋 看到吧 可以放一些什么公交卡 门禁卡什么的东西 很方便的 这个我喜欢 配这一种浅色的T恤就清爽 接下来又是一个包 这一款呢就是比较的运动一点 它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但是它的颜色 跟我想象中的有一点区别 我买的是叫什么银灰色 还什么东西 但是拿到手之后发现它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发绿的感觉 然后大小呢 好像比我想象中的也大了 那么一妞妞 因为它是这种防水布的料子啊 里面容量很大的 你看这个袜子 全装进去 我的维生素 我的手机 就是你可以把半个加的脚装进去 放了点东西之后没有这么平面了 是不是就好看很多 就是背上身就是那种很随意的感觉 我觉得上身之后还是蛮好看的 比较适合出行嘛 可以带很多东西 而且它的肩带又是比较的宽的 自身的又没什么重量 可以给你减负 好看吧 据说它是Prada的类似款 但是我好像没有仔细观察过 Prada有这款包 它本身的做工是非常好的 最后一个小包包 它看着比较小 其实里面容量很大 因为是这种软皮的嘛 我里面没放东西 它有点塌 装的东西就这样子 我还是会觉得有点塌 觉得这里要稍微拱起来一点 是因为放的东西太少了吗 反正就是随手一拎 就是很休闲的 你可以这样子拎着 也可以这样子挂在手上 夏天穿T恤拎它 感觉有点不是很配 如果到了秋冬天 穿个风衣啊什么的 拎这个小包包 我就觉得很完美 我买的这一家用料还是不错的 其实这还是OK的 看上去蛮细腻的 就是味道续续有一点重 需要散一下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买的新杯子 你们看它可不可爱 它是这一种斜的 有个腰的 超可爱 看这上面的卡通图案 开着小汽车 容量其实蛮大的 但是它比我想象的 要稍微薄一点 不过没关系 还是OK的 超可爱的 明天就用它来喝咖啡 然后呢是两把勺子 我还蛮喜欢的 很精致 该说不说 质感稍微有点轻 还可以再重一点 你们看它这些细节的地方 饼瓶头这里 这小尖尖 是不是超可爱 这个上面你们看得到吗 还刻了小月亮 很精致的感觉 用来插点蛋糕啊 吃点什么甜点啊什么的 放在杯子里面也很好看 好啦 这个呢就是本期的服饰包包鞋子 供分享 希望你们看的还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